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测试装备的实用性 十多年来踏遍从山峻岭 对自家品牌的发展 许洪焕有更崇高的期许 满市签名的风衣 是1993年台湾第一人 吴景熊成功踏上顺母峰的团队纪念 德国人当时出价200万台币收购 站在利益与民族的天平上 许洪焕立场坚定 这件衣服当初有那么多人的心意 团队的合作 每个人为了他 这个吴景熊能够上山 能够成功登顶 怎么可以给他 环市这一式的商品 每一件都是故事 而企业家要传达的 是最务实的价值 品牌这一件事 这个概念是很有想法跟坚持的 可是如果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好的诀窍是什么呢 是 用心 耐心 感激心 用心 耐心 耐心 热心 比锦州有世界八十八个国家 盘品了名山大船的许董市长说 其实还是台湾最好 而这种好 其实在台湾产品的身上 也希望让全世界都知道 MIT的价值 希望让全世界看得见 而他要以自己的品牌继续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